你知道吗 最近生技圈有一个很红的名词叫做外密体 听说它对于肌肤重返青春很有成效 还被称作是在生医疗界的明日之星 火爆的程度连业者都兴奋地说 没看过一个科技趋势是全世界一起爆发 而且国家之间临时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讯小学堂 我是艾莉 财讯小学堂是分享趋势新知 以及以财基础知识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分享我们的节目 当然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 当然啦 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太棒了 也欢迎你直接留言 donate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 生技圈的新宠儿外密体 我们会讲到三个重点 第一 什么是外密体 它藏着什么秘密 竟然能成为生技圈的明日之星 第二 外密体潜力无限大 除了医美之外 还有哪些应用领域值得关注呢 第三 外密体的大爆发 台湾有什么机会点呢 其实在1980年 科学家就已经发现 细胞会不断吐出一些奈米级的小囊炮 只是当时大家都以为 它是细胞代谢出来的废弃物 所以并没有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那些曾经被当作废弃物的小囊炮 在拿出来重新研究之后发现 哇 原来它超营养 而且超聪明的 为什么用营养和聪明来形容它呢 因为外密体本身 它就带着很丰富的营养素 像是蛋白质拉 糖类 脂质 甚至还有DNA RNA核酸 这些遗传因子 它还有负责组织修复 还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生长因子 真的就是一个 all in one的营养补给予站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神奇的小囊炮呢 它还会带着细胞或者是组织的指令 穿梭在身体各处进行 营养补给的任务 同时它也会唤醒细胞 或者是组织启动修复的功能 举例来说 现在很多人会为了要练肌力 来做重量训练 重训结束之后呢 肌肉细胞就会奔秘出外密体 跟临近的肌肉细胞说 嘿 重训完咯 可以开始让肌肉群变大咯 同时也会把重训结束的指令 随着血液送到远方的细胞 像是脑啊 心啊 肺啊 肝啊 通知它们可以产生相对应的反应 所以该休息的要休息 该修复的要修复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外密体在再生医学 以及抗衰老领域 会被当作是明日之星了 再加上目前高龄化的社会 对于再生医疗的需求 十分的迫切 促使外密体的市场 在2030年之后 会一举超过30亿美元呢 了解外密体的神奇奥秘 以及潜在的市场商机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它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领域当中 简单来说外密体的应用可以分成四大方向 第一把外密体当成药物传递的载体 因为呢外密体它有分子小容易被细胞吸收的特性 如果把药物或者是治疗分子装到外密体上面 再给它正确的指令 就可以让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 第二就是呢疾病诊断以及生物标记 因为每一个细胞释放出来的外密体 它所带的物质和特征都不一样 反过来说每一个外密体 它从细胞带出来的蛋白质和核酸 就可以反映出这个细胞的状态 因此就能够被当成疾病诊断的依据 尤其是像阿兹海默症 或者是其他的神经性疾病的预先判断 准确率都会更高 第三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医美市场 大家还记得外密体能够启动细胞的修复功能吗 所以应用在医美市场呢 就可以减缓皮肤的衰老过程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并且减少皱纹的形成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 就是最近很夯的宠物市场 什么家里的毛小孩也可以用到外密体吗 当然可以咯 举个例子 现在就有兽医师和台湾的训练生技合作 使用外密体加剑植干细胞 来治疗马匹的基建韧带损伤 结果不到两个星期 就看到韧带开始修复 既然有那么多的领域都能够应用到外密体 全球有60几家企业投入外密体的研究和开发 就不令人意外了 举例来说 韩国的新创公司 ExoCobio 它透过了外密体研发的医美产品 创造了良好的口碑和营收 再走向信号开发 很快就晋升到了国际前段班 尽管如此 毕竟这个产业是这几年才开始爆发的 所以全球超过200多件的临床实验呢 最快的进程都还只在二期阶段 目前还没有外密体的药物通过核准上市 不过 以外密体作为诊断医材 倒是已经有几样上市了 好 外密体的应用层面广 市场潜力很大 那我们台湾有机会分一杯羹吗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透露一点点答案了 目前训练生计就是台湾的上市柜公司当中呢 外密体业务进度最明确的 训练的董事长蔡振宪他也分享了 他认为外密体最先胜出的应用会是 关节炎 皮肤修复 皮下软组织伤口 毛发啦 眼角膜啦 干眼症 这一类的疾病 那因为训练他本来也就有细胞治疗的CDMO 也就是委托制造和开发的业务 再加上外密体容易运送的性质呢 让他能够把市场拓展到日本韩国香港这些地方 也因为这家公司他早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外密体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现在蔡振宪他说他也体会到 以前是他在追着医师跑 现在医师会主动追着他的有趣的转变 或许外密体的发展能够让台湾的生机业再度大放异彩 不过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目前没有任何一项外密体的药物取得了台湾的药品许可 也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已经开放了化妆品 可以添加来自人体的外密体 所以在台湾的食药署修法完成之前 如果坊间有化妆品打着人员外密体的噱头 或是有药品号称具有外密体的疗效 那都是违规的哦 看完今天的节目 各位财团们对于外密体的奥秘 应用和发展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呢 想知道更多的朋友 可以点击资讯栏里面的文章连结 有财讯详细的报道 对于今天的影片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财旭小学堂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嗯 beggar 印象